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课程在前三节内容中已经介绍了以下的 1.什么是镜头语言 2.观看理解的概略方式内容 3.影像制作拍摄的器材概略介绍 今天是以镜头语言的创作方式作为主轴 介绍大家在理解镜头语言的方法当中的一些创作的基本细节方法 要完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影片呢 我们需要进行画面的拍摄或是制作 再加上音效背景音乐后制剪辑等过程 这些过程的控管都需要一些练习跟方法来理解 影片到底需要怎么拍摄或是制作 才能够完整的传递创作者的想法 首先在进行制作之前 我们会先了解影片的类别来先做分类 先从影片作品全长的时间长度来看呢 有分成长片或短片 影片全长的时间制定会因为导演自身的想法 或是业主的要求 或者是成本考量而改变 长片常见的有电影、连续剧、纪录片、动画长片等等 短片比较常见的有广告、动画短片、纪录片、音乐录影带MV、实验性的影像等等 如何实际理解作品是长片或短片呢 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规范 在创作之前可以参考某些奖项的比赛规章 或者是政府补助的申请要点内容 进行参考 长片呢会比较需要结构与整体组织的构思跟表现 短片比较上来说会强调的是创意与视觉 另外以制作性质来看的话 影片会分为实际拍摄、动画 或者是以上两种混合式的方式来制作 本次的课程以实际拍摄来进行概略的创作方法概念说明 实际拍摄或者是制作之前呢 会先进行事前的规划 而实际拍摄时会因为事前规划里面的分镜脚本来作为基础 分镜呢通常是由导演亲自编绘 或者是有专门的分镜师 在一部有剧本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在剧本写好了之后呢才会来制作分镜 接下来就是实际拍摄的部分 摄影师会利用摄影的器材来依照分镜脚本 或者是事前讨论的内容进行拍摄运镜 接着将拍摄完成的内容进行剪辑跟特效制作之后 就会完成一部影片作品 而今天课程的内容主要要介绍拍摄的时候的运镜手法 运镜就是在实际拍摄时利用摄影器材 来拍摄动态影像实际的移动摄影机 来达到截取画面的速度感、灵状感、空间感 或者是进行视觉引导 常见的三种运镜模式有固定、摆动、移动 这些方式来进行拍摄呢 除了固定摄影机的位置来拍摄之外 也能够运用摆动跟移动的方式来拍摄 而摆动相机的方法里面有两个比较常见的运镜方式 叫做PUNNY 我们又称PUN 以及TILTING 我们又称TILT 另外一种移动相机的方式称为TRACKING TRACKING SHOT PUNNY PUN指的是将相机由左到右或由右摆动到左 并且相机的位置是固定的哦 并且进行连续拍摄的一种摄影技巧 它主要能够达到的效果像是要表达比较宽广的风景的时候 会利用这样横向的方式来摇摆相机 让有线的画角能够运用镜头运动来延伸 让观看者看到更多的内容 TILTING 相对于左右移动的PUN来说呢 将相机上下摆动进行拍摄就称为TILTING 而由下往上呢是TILTING UP 由上往下就会变成TILTING DOWN 那这两种拍摄的方式呢 主要都是针对可能是想要拍摄高楼大厦 或者是比较细长直长的物品的细节 想要展现出来的时候会利用这种方法来作为运镜 第三种是TRACKING SHOT 移动摄影 这个移动摄影是指将相机跟正在移动的被摄物一起移动并且拍摄 这是运镜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并且需要专用的器材 例如轨道或者是拍摄用的稳定器 跟PUN或者是TILTING来比较呢 其实比较能够跟被摄物有积极的相关性 那画面上呢也能够比较能够感受到魄力 因为画面里面会包含了背景跟增加了移动时候的一些流流动感跟隶长感 在实际拍摄当中最基本的就是设备操作的熟练度 这需要操作人员在平常时不停的观察跟练习设备 才能够让摄影的时候过程更加的顺畅 不会因为摄影器材的操作不熟练而造成拍摄上的困扰 其他也会因为场地、天气、演员等等的条件 影响影片的拍摄顺畅与否 所以在拍摄之前都需要再三的练习跟确认 让拍摄现场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作品 除了这次介绍的拍摄方式之外呢 其实在拍摄影片时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跟内容 希望大家在日后制作或者是观看影片的时候 可以更加注意镜头视觉表现内容 更理解制作者想要传递的视觉讯息跟感受 以上是这次的镜头语言课程内容 谢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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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